由新北市政府觀光局主辦的 2020新北市鐵道馬拉松接力賽 6號在共僚芙蓉大飯店熱鬧起跑 本次路跑從4月延賽 終於在今年12月登場 活動當天有650支隊伍 超過4500人共同參與 濕冷的天氣 考驗跑者的體力與耐力 也讓江湯成為當日熱銷補給 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劉荷然 代表活動單位 感謝跑者熱情支持賽事 也表示兩天前台鐵的攤方路段 沒有對賽事造成影響 從4月的疫情延後 謝謝我們所有的參賽者 有9成沒有退費 兩天前的攤方本來還是有點擔心 可是我們今天的報道率 600多隊也是高達9成 所以追回來了 那也謝謝所有愛好運動的好朋友 我想追火車這樣系列的活動 我們明年還會辦 還會一直的辦下去 當天受到雨勢影響 獲得冠軍的隊伍 Akebono路上競技表示 非常感謝跑團開車支援 接送到各站點 因為天氣滿多變的 然後就是一直下雨 那很感謝就是我們曙光的後援會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的交通 全部都是依賴汽車 我們都沒有搭到火車 因為今天實在是雨勢太大了 對 所以很感謝大家這樣支援我們 然後也很感謝所有參與的選手 然後我們一起奮鬥完成這場比賽 中華奧會副秘書長吳國鈺 邀請三位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外交官 與中華奧會共同組隊參賽 一起體驗跑步的樂趣 享受自然風光 我們這一次中華奧會 跟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三位外交官 共同組成奧林匹克友誼隊 生態保育非常的好 有雄鷹一直在我們的上面 陪著我們一起跑步 那當然在新北有大山有大海 在這一次的追火車的路程當中 我們可以同時享受運動的樂趣 同時也可以享受到 非常美麗的自然風光 結合路跑鐵道及旅遊的 新北市鐵道馬拉松接力賽 鼓勵民眾一邊快樂跑步 一邊欣賞新北雙溪 共聊鐵道城鎮沿途美景 體驗不一樣的鐵道路跑風光 Sunny TV 新北報導